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爆出来在中国的福建省教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就是陈兴 那么他还把这个名字改成陈毅 希望没人认得出来 可是没有想到在微博上面被一爆出来 还是被发现了这个当年在台湾的行为 那么现在呢他是在福建省的一所学校 叫做伊非外语学校开设一个陈毅的国文教堂 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回忆到这个台湾的女作家 林亦涵她自杀已经快满两年了 那么陈兴到福建教书这个事件一爆发出来 大家好像突然意识到 当年这个案子好像没有结尾 但其实呢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 当地的警方在林亦涵自杀之后已经立案调查 调查了是有114天这么多 可是呢调查的时候认定了 因为没有其他的客观证据 可以主证这个主观的说法 而且还没有其他的被害人前来告发 所以宣布了这个全案不起诉 那我们今天呢一方面是为这个作家林亦涵 感觉到不平 一方面也在想啊为什么 这么多近年来性侵的案子 都是这样草草的收场呢 我们最近有一个非常热的案子 也是由这个韩国李胜利夜店案引出来的 就是持续了有十年之多的这个张子言的自杀案件 近期也是被韩国啊全国重视起来 说要重新调查 那么我们的主播梁骏之前啊 做过一起的梁骏说事是专门有讲述这个情况 所以呢就把这个问题抛给梁骏 你能不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回顾一下 张子言的案件是怎么回事呢 嗯OK好的 那么张子言这个案件呢 其实在韩国已经最近又热了起来 是因为在之前三月份的时候 本来张子言的这个案件呢 已经快到这个 因为韩国这个刑事案件 它有一个十年的一个追索期 那么三月份的时候呢 说是到月底的时候 就可能这个十年的追索期就结束了 但是韩国 呃他因为他政府啊有一个叫做请愿网站 所以在这十年当中呢 虽然张子言的案件没有得到官方的重视 但是在十年当中不不断的有这个民众啊 向这个韩国政府的这个请愿网站就发起了签名和请愿 要为这个张子言来申冤来申诉 所以就在那一天呢 正好这个请愿的人数是超过二十万了 所以韩国法律当中有明文的规定说 如果政府的请愿网站当中的这个请愿人数超过二十万 那么政府就必须给出回应 于是当时韩国的总统啊 就是文在寅当时就说 要将这个张子言的案件呢 无期限的追查到底 也等于说呢给张子言 他这个案件一个转机 其实也给韩国很多的这个受到韩国演艺 或说演艺圈当中这种灰色的这种利益链的 侵害的这些艺人们也给了他们一种处境的转机 所以当时呢这个张子言的一个师妹啊 之前因为受到这个裁罚啊 各种势力的这种胁迫呢 不得不离开韩国 但是现在他又再一次的回到了韩国 为他的师姐张子言在进行啊 这个渲染 同时呢也鼓励起了更多的韩国的女艺人啊 在十年的这种沉默之后呢 终于站了起来 发出了他们的声音 也算是给张子言这个案件呢 给打了一针强心剂 让这个案件得到了整个韩国社会的一个重视 现在这个案件依然是在一个重审的调查当中啊 我相信这个案件 过去十年那么难追索 未来的发展估计也不会太容易 但是好在我们也看到了韩国艺人 尤其是女艺人这种生活有了一个转机 其实这个案件呢 跟这个林亦涵的案件 它本质上的区别可能就是 因为韩国艺人在这个当中 它可能涉及到的是被胁迫了之后的 被威胁了之后的有偿的一种提供这个陪适服务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艺人更多的 她是个成年人 她属于一个成人世界的一种范畴了 那么林亦涵这个案件 首先我们要认清楚一点 她是一个未成年人 所以之前不论这个案件当中 很多的媒体 包括很多的信息 说林亦涵她个人的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以及她到底是不是在她的这个私人生活当中 当时跟这个老师私底下 确实有没有这种所谓的交往的关系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花边信息 因为我们必须搞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对于未成年人的这种侵害的行为 都属于是违法的 不论这个当事人他是否自愿 都是属于违法行为 所以我想在这个案件当中 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法律的认识和认定 林亦涵的案件也是不错迷离 现在都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 不过呢 我们在讨论案件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对死者保有一种 悼念跟敬佩的心态去讨论这个案件的 那林亦涵的这个相关精神问题 或者说死因呢 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会讨论到 也谢谢梁骏刚才给我们回顾这个张子言的事件 我们发现2010年呢 韩国有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啊 韩国的这演艺圈文化其实相对是比较混乱的 韩国的女艺人里面有45%曾经被要求陪酒 有62%被要求性接待 如果拒绝的话 他们就会蒙受这个事业跟经济上面的损失 所以我就想到无论是在哪个国家 比如说韩国或是在中国 好像施暴者都有四五孔 并且天网恢恢 可是他还在罚网之外啊 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机制 可以真正的保护到这个受害者 并且惩治这个施害者 所以我就想问问我们的主播 威仁 不知道这个林亦涵案件 他在台湾当时有没有引起一些政策方面的波动呢 其实这件事件就像刚才梁骏说的 其实当时的确是引起这个全民公审 大家十分的愤慨 但是对于实际的证据不足 所以其实上大家的这个愤怒 好像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发泄 不过在这个司法上面呢 的确在林亦涵事件之后 台湾的司法是有一些改善 主要就是针对补习班的师资 我不知道补习班 你们也是这样说吗 就是在课后 就是课外补习班吗 对对对 所以这些补习班呢 通常课后的补习班 想也知道 大概很多的是针对国中生高中生 那这一部分的这些学生呢 他们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 所以在这个情斗初开的这个年纪 每天跟你感觉上是一个 你的怎么讲 老师或者大哥哥 对就是很 其实很容易可能会产生一些这种 很奇怪的情愫在里面 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这个补习班的教师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林亦涵大家认为发生的事情 不过我们就先不讲这一边 台湾社会他们之后呢 就为了要避免类似的案件在发生 而且要提到这个警示的作用 所以就修正了一些法案 主要呢这个法案叫做保儿少防狼师的法案 就在2017年5月12号的时候提出来 这个法案呢 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个补教的这个名师 不管是有名的或是不有名的 只要你在补教业 你就需要用你的真名来登记 你要用真名来试人 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些这个名字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呢 都是用他们的等于是一个艺名 所以在很多时候呢 在这个名字 其实不是真实姓名的情况之下 让这个司法单位他们其实在检调的程序当中 会会遇到一些困难的 而且还规定说 如果这些补教的这个 这些人员呢 他们要迁移或者是他们要换工作的话呢 这个也都需要跟政府来报备 也就是给这个补教行业 以及这个司法检调的这个当中呢 多了一层保障 让双方都可以有一个记录留下来 那其中呢 也对这个外籍教师 有一些新的规定 就是要提出良民证 我不知道 两位对于这个在中国的外籍教师了不了解 但在台湾呢 其实早年很多的这些外籍教师呢 他们其实 我自己接触过一些 他们可能是到台湾来教英文的一些教师 他们其实 很多大部分 应该说绝大部分 他们可能就是长了一个外籍人士的脸 但是他们可能 真的不是一个适合当这个为人师表的一个这样的身份 他们可能平常在教室里面呢 对于这个学生 不论是这个情绪上的控管 或是他们教导的方式 其实都是 当时我看到一些让我实在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 比如说在幼儿园这个就是外籍教师 他可能他应该要教的是英文 但他英文其实不会说 他其实是讲法文的 那可能有情绪控管的问题 他可能把孩子就抓了从左边甩到右边 所以这个其实在这些情况 在林义涵事件之后呢 这个事情也应该 应该可以说是得到了改善 因为目前来说呢 对于不论是台湾的这个补教业的这个教师 或者是外籍教师呢 他们对于这个控管上面都缩紧了很多 非常谢谢为人给我们讲台湾的政策的改变 其实悲剧发生的确很让人痛心 不过让人稍微欣慰的也是这个 事情的发生的确 也在推动一些社会的改变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林义涵呢 可以我们先谈一下这个林义涵最出名 其实是因为他的一本书 这个叫做《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那这本书呢是最开始出版在2017年 但是不幸的是呢 在出版的没多久 他就在家里面上吊自杀了 那当时的新闻一出来 大家还以为他是因为抑郁症 或者说是其他的精神疾病而自杀的 但是后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呢 就是他爸爸妈妈的声明 他爸爸妈妈说啊 这个林义涵在89年之前 曾经被一个补习班的老师诱奸 而且呢他们在声明里面还说到啊 女儿这些日子来的痛苦 缠绕她的梦魔 也让她不能治愈的酒阴 不是抑郁症 而是发生在89年前的诱奸 而大家随后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也发现 书里面的一些经历 可能是在映射他本人自己的亲生的经历 而且书的开头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这本书是改编自真人真事的 那么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 它主要是讲述一个补习班的老师 长期利用她的职权去诱奸 强暴跟性侵女学生的故事 这本书与其他一般的这种性侵女学生的书 不一样的是 里面的一个转折点是 林义涵自己也说 这不是一本受害者的控诉书 而是一个关于女孩爱上了常奸犯的故事 而书的结尾其实是一个悲剧 因为呢这个书的主人房思琦 发现那并不是爱 所以她就发了疯 而且书里面有一段是印证了她的这个说法的 她说啊 房思琦在第一次被这个老师性侵之后 她想的是 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 我不能只喜欢老师 我要爱上他 你爱的人对你做什么都可以 不是吗 我要爱老师 否则我太痛苦了 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其实作家林义涵的趣事 可以说应该是有非常多复杂交错的这个诱因 我们不能做出任何的定论 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细节去 做出我们自己的这个推测 而且呢这个无法忽视的一个林义涵本人的细节是 她其实长期啊 跟这个精神病做过斗争 根据她自己本人接受媒体的采访 她有提到过 其实她16岁开始就有一直的看心理医生 而且非常的频繁 频繁到她每周可能会有两次 要从家里台南坐这个高铁 去这个台北去看医生 而且林义涵自己也说过 医生觉得担心她会给自己贴标签 所以从来没有明确的去告诉过她 她这个精神病到底是具体哪几类的精神病 可是她的医生就有提及过 她有可能患的是这个创伤后压力后群症 叫做PTSD 或者说是这个躁郁症 Bipolar 或者说是重度的抑郁症 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从她自己的这个推测跟医生 暗示她的这些症状 看出到底她是有哪个精神疾病 我们只能是说出她自己亲口 对媒体说的这些话 而且她也有透露过 在她写书之前的这个半年 是她精神病发作非常严重的时候 她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这个识字 而且呢父母也没有办法理解她 所以啊她曾经在那一段时间里 反复多次的尝试去自杀 那么她在2012年啊 19岁的时候就开始 一直有服用这个思觉失调的这个药品 她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 就是在2016年的她的婚姻 可是呢在这个婚礼 这个字词上面她说过的一段 非常引人注目的话 并不是她有多开心 而是她坦言自久精神病史 并且强调要向外界去提高 这个精神病人的这个理解度 她是这么说的 她说啊 如果今天的婚礼 我可以成为一个新人 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想要成为可以实质上 帮助精神病去污名化的人 那就可以看出这个林亦涵 其实她因为自己犯有精神病 很在意外界对她的看法 也非常想要去尝试 帮这个精神病患者 这一个社会的群体 去去他们的污名化 可是她也有提到 其实社会啊 并没有办法理解她 因为她说很多人怪罪 她去找这个精神病科的医生 怪她尝试用这种理性跟科学 去试图解决自己的疾病 但是林亦涵就说过 其实我完全信任这个药物 有人说要靠勇气 靠意志力 我都不以为然 她还说 我是彻底依赖药物去康复的 那么这个专业人士呢 在分析这个林亦涵 到底是患有哪几类精神病的时候 也提到过 其实精神病的确诊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疾病 它本身是一个情绪性的疾病 它有变动的过程 而且啊 比方说思觉失调 PTSD等等的疾病呢 其实在症状上面 有大量的相似性 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抑郁症 就一定是悲剧的根源 而且我们社会 像刚才提到的 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个 能够为精神病 去无名化的这个状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林亦涵在他自杀之前不久 接受过的一个采访 那个采访其实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我们在之前讨论的时候啊 我就问维仁有没有看过这个采访 发现他是有看过的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问题抛给维仁 不知道你看了这个林亦涵的采访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时其实这个新闻爆发之后 是他已经自杀之后 所以是他自杀之后才看这个影片的 那当时呢 就对于这个女孩子 她一看上去就是长得十分的漂亮 她谈吐也是非常的言之有误 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 她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 她对于这个精神病 以及她这个书中的这个主人翁的 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呢 她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她是精神上是很被影响的 但是很难说她心中是不是有一个愤怒的情绪在里面 她是以一个当时看觉得有一点不能说震撼 而是觉得有一点凉的感觉是呢 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 但是她讲出来却是这么的平静 是以一个像是抽出来一个第三方 在看这件事情的一个这个口吻来描述这件事情 并且讲到这当中的这个情感 她认为其实是十分细腻 十分细 十分大家一般无法用这个黑与白去确认这样子的情绪在里面的 所以当时看她讲话 第一个就觉得她在表达的时候 她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是从她的 真的是用她身体的力量在讲出来的 可以感觉到这对她来讲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抒发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件这个书写完了之后再回来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觉得她就是已经是一个 我不能我不能说她是不是以一个平静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最后的结局其实是十分悲惨 大家都知道最后自杀了 但是可以感觉的出来 她在当最后一次公开的录影的时候呢 她对于这件事情 她是可以以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的 那她也在这个影片当中一直强调就是 这当中的情愫是非常复杂的 不是我们大家可以以我们一般的男女之情 或是以这个社会的标准去衡量 所以看了之后呢 其实让我也对于这个被害者 加害者 以及这中间产生十分复杂 就像刚刚卓贤说的 她是不是像在书里面讲的 她逼着自己要爱上加害人 让她自己比较好过 这当时对我来说是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 但是其中很多的问题 你其实自己也想不出个结果 只是觉得这实在是非常的复杂 十分的让人感到很惋惜 我也看了这个采访 就觉得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就是她想要试图去说服自己 有过这个经历还是能活下去的 我觉得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好像不仅仅是想要说服自己 她可能也是想要说服 就是看书的人说 经历过像是这样的重大人生转折 或者说困难 其实应该也还是可以活下去的 但是比较无奈的是 社会对于精神疾病 或者说对于这样的非法行为 其实容忍度并不很高 我们之前提过她 她觉得社会正在把这个精神病人污名化 而且她去看心理医生 也被人说是这个依赖科学 甚至还有人觉得她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或者说感觉到某种的脆弱的感觉 是因为她太敏感 那其实这些呢 都是社会对患有精神疾病的 这群群体的一种偏见 其实我自己也有朋友 是有这个精神疾病的困扰 她在中国 可是因为中国不像相比美国 这样有非常健全的心理诊所 或者说心理医生的这么一个体系 所以她在想要找帮助的时候 她甚至都不知道要从哪找起 她一方面是觉得 心理医生没有办法 专业到能够完全理解她的感受 她一方面也是觉得 如果真的被确诊了 我要住院 我要开始吃药 这个社会要怎么看我 这个社会是不是就会觉得 我是一种奇怪的人呢 就是我也很心疼我这个朋友 她有这么一样的经历 所以可以说是这个精神病 去这个污名化 可以说真的任重道远 那再回到这个林亦涵案件里面 她也在这个婚礼上面 有这么一个字迟 说她最大的愿望 其实就是要精神病去污名化 不知道我们的社会的接受程度 要到哪一天才能真正的 做到这个正式精神病人 这个群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 林亦涵这个案子 才能真正正正的解决起来呢 到这个最后啊 我们也还是要强调 其实我们呢 对逝者都是保有这个尊敬 并且希望她在天上 能够得到安息的这么一个敬意 那么好了 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关于林亦涵的这个 明经聊天时的讨论 那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在下面 请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并且呢要在YouTube订阅 明镜电视跟明镜聊天室 我是卓贤 我们下期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明镜news.com 推特 明镜news TianShu Facebook.com